大家好今天我们做红糖糯米糍 先来准备一斤糯米淘洗干净然后加入适量清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泡好以后倒在蒸笼上铺均匀 上面扎上一些小孔方便上汽水开气时蒸三十分钟 准备适量黑芝麻用擀面杖擀碎 擀成这种细腻的状态 加入适量红糖搅拌均匀糖馅就制作完成了 按板上打一些清水涂抹均匀 铺上保鲜膜 把蒸好的糯米倒在保鲜膜上 先用擀面杖捣碎 像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下手揉成团 分成两份分别整理成长条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把它们全部搓圆 取一份糯米团按扁 中间放入糖馅包起来 做好以后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电饼趁热 多刷一些油 高油温放入饼坯 让它快速定型 不然容易变形 盖一个糕点的盖子 大火烙饼 烙这个饼要勤观察勤翻动 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红糖糯米糍就完成了 口感外酥里糯 里面是红糖和黑芝麻 咬一口又香又甜 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